我们的目的 不要忘掉我们要干嘛 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些呢 这两个式子 第十个式子跟第十一个式子呢 我们可以将它所有的 eigenfunction 所有的 eigenvalue exactly的解都可以把它解出来 那我们前面呢 用一个l正 或者是l负 你从这边只是可以知道 它的作用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很想要知道啊 你加个l正 就好像这个地方 l正 加作用在原来的 eigenfunction上面 它只是变成下一阶的 eigenfunction而已 好像一直往上升 假设我加了γ次 它是不是要升了γ次 对不对 问题是它可以升到哪边 无穷大吗 在我们simple harmonic的状态下面 确实可以升到无穷大 simple harmonic它能接往上 还是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我们很想要知道它的 limitation 所以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运作 来让大家了解一下 它好玩的一个地方 好 现在我们来运作一下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来做这个 请问一下这个会变成什么东西 lx平方加ly平方 然后对着ym运作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知道l平方就等于x平方加ly平方加lz平方 所以它会等于x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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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掉lz平方 然后对ym 那你告诉我 l平方对ym运作等于什么 l平方对ym运作等于什么 mh平方 减掉mh平方 所以m平方 减掉h平方 通通提出来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 请你记住一下 这些operator的本身 我们知道l平方 它expectation value一定要是正 z的平方 expectation value也一定要是 也一定要是real的 对不对 这边两个都是要real的 expectation value不可能变成负数嘛 所以它的期望值呢 会是什么 也应该要是real的 而且又是平方 那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正的 假设左边一定等于正的 右边也一定要等于正的 是不是马上就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个讯息 我们这个 减掉m平方 一定要大为等于 是不是 那这个代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 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 我们一开始引入这个 那么大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搞不太清楚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to be determined m呢 我们只知道它是个正整数而已 对不对 你求解lz的eigen function eigen value 你就求出来了 它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它 一定要比m平方来得大 m 我们只知道它是个整数 但是我们不晓得它往上能不能升到无穷多阶 往下可不可以升到负的无穷多阶 我们不知道 但在这个式子马上就告诉我们 m呢立刻就被限制住了 m不能够无穷大 ok m不能够无穷大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怎么办 好 就代表它有个上 上指 比如说m它可正可负 对不对 我要是正的 到了某一点的数值 因为顶多只能跟它一样 负的也到了某一点数值 要跟它一样 如此而已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假设 assume L1呢 the maximum value of n L2呢 也定义成 the minimum value of n 对不对 我们可以这样设定吗 当我这样子设定的时候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L1 L2 都要是正的 ok L1 and L2 are positive 对不对 所以它等于L1的时候 就是m的极大值 它的平方向不能够超过它 等于负L2的时候呢 它的极小值 担心平方嘛 负负得正 还是要小于它 所以我们有上限跟下限 马上告诉我们 m呢 你不能够升到无穷远处 它有个限制 你也不能够降到无穷远 无穷远的第一 它有个极限值战 ok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啊 来玩一些游戏了 ok 我们就把这边擦掉 那这个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why 假设你下面的 我们本来是说 这个地方写个大的这个 在这个边 我们也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但是这个会限制住大耶 所以我要是把这个呢 相对于在这边写个 类似L 来表示它跟它有什么关系 目前还搞不太清楚 待会就会看得到 我可以这样子写啊 对不对 我把它引入 那我就写个L 那它的上限呢 L1 好 那我暂时先不写好了 我待会再写 因为现在是要处理上面 L1 那这是最高的 我可不可以再把它伸上去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这样作用一定是0 对不对 我有个最低的 我可不可以把它降下来 可以 但它一定是0 所以我把极限值呢 已经抓到了 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来运作看看 OK 运作看看 好 OK 因为M的变化只能够整数变化 所以你的Y 假设这个是上限 你你有Y L1 那往下降一阶 往下降两阶 一直到 很低很低 就这样子 总共有几个step呢 我们假设是N个step OK N 就是这个 Number of the steps 好 那么 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N 一定要等于什么东西 最高的L1 减掉最低的 负L2 它会等于L1 再加上L2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要的一个东西 这个是第28式 OK 这个是第29式 OK 好 那我们就开始来看看 我们把上面这个呢 运作一下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L平方 在这边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但因为这个是最高的嘛 这是 不不不 这个是L正的 L正 L正上去一定是0 L正 在哪边 不对 我们要执行一下L平方 Sorry 先看看L平方 因为L平 YL1一定是L平方的 这是什么 一个Igonfunction OK 所以呢 它无论如何 一定要等于 Lunda H8平方 YL1 一定要等于这样子 对不对 那L平方可以等于什么 可以等于这个 这个我现在要用谁呢 我发觉用下面的这个有个好处 因为这边是L正 L正运作在YL1上面一定是0 OK 所以可能会简单一点 我们试试看 所以我把第16个式子带进来 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 好 我把它开始带进来 这个带进来第一个 L正对它运作一定能给0 因为这是最高的 你不可能再升了 所以是0 H8 LZ对它运作呢 会变成什么 L1 H8 对不对 是不是在这边 LZ 对这个东西运作 YM运作 是不是那么MH8的YM 所以LZ 对YL1的运作 是L1 乘上H8 减掉LZ又对它运作两次 那是不是L1H8 乘两次 外面是L1 整理一下 大家都由H8平方提出来 所以是L1减掉L1的平方的H8 YL1 整理一下L1乘上L 1减掉 我看看 这边是加的 对 我超错了 所以这边是加的 这边是平方 平方 所以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刚刚那个式子呢 原来呢 超在这边 是不是马上告诉我们 LAMD一定是L1 乘上L1加1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一定告诉我们 很重要的这个讯息 这个我要把它操一下 这个我要把它操一下 这个是第七个式子 二十是吧 二十六 二十六 OK 好 那我们再来 我L平方呢 现在在对另外一个作用 我现在L平方呢 在对负L2作用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假设根据以前呢 这个一定要等于 负L2 H bar 哦 不对 它一样是等 那个是Z的 那么 我们把H bar H bar平方 Y 负L2 对不对 那L平方可以等于什么 现在我希望用上面的这个 它是不是可以等于L正 L负 一个减一个加 减掉H bar LZ 再加上 Z的平方 对 Y 负L2 作用 这个印一进来 第一个L负的 对它作用 一定等于0 因为它已经是最低阶了 所以它一定等于0 减掉H bar LZ对它作用呢 是不是负L2 乘上H bar 对不对 LZ的平方作用呢 负L2作用两次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大家都有H bar平方 负负得正 L2 再加上L2的平方 H bar平方 Y负L 所以它是不是可以等于L2 乘上L2加1 H bar平方 Y负L2 然后我再把左上方那个 再抄下来 把右上方那个 抄下来比对一下 这个是不是等于这个 所以它告诉我们 大那么大会等于L2 L2加1 这也是30好了 也就是说 这个式子要成立 这一个式子 也要成立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看起来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由30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L2呢 可以等于L1 其中一个选择 另外一个 假设L2啊 你把它选成 负的L1加1 也可以 也就是L2有两种形式 只不过我们刚刚做了这么一大堆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我们要让L1 L2 都是正的数值 所以这个是负端 负的低端 这个却告诉我 假设L1是正的数值 正的数值加1 还是正的 然后前面加个负号 L2是不是负号 那跟刚刚讲的完全相反 所以这个 不合 所以我们只能够发觉 L2要等于L1 其实 你要是不管它三七二十一 从最开始的这个来看看 这个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它一定要大于等于M的平方啊 这个数值只有一个啊 所以我最大的 假设是L平方 那我也可以是负L平方 所以本来就是两端 点的数值 L1要等于L2嘛 对不对 我把这个叫做等于L 所以这样一来呢 它告诉我们很重要一个信息 打Lamda L乘上L加1 OK 那很明显的 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你可以从 什么 Y的正L Y的L减1 一直下来 一直下来到 Y的负L 你有这么多种 上三到这边最高阶 到这边最低阶 你总共有N阶 那刚好一半嘛 所以它是不是刚好等于N的二分之一 对不对 只有这么多个 所以我们把这个重要的数值 我们把这整个呢 叫做三十一四 所以我们把这个 操在这边 所以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 这个算个老半天 它现在已经告诉你 我们一开始不知道 但现在呢 知道 这个是第 三十二 也就是说M呢 分布的空间可以从L L减1 L减2 -L 它有这么多种 L一旦决定了 M就决定了 你没有什么选择的目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整个是不是可以稍微改写一下 改写一下 对不对 改写一下 那顶多这边就是变成L 乘上L加1 那既然有L 因为M是收到 这个里面L的限制 所以我们这边有这么多种 OK 好 但是它没有告诉你L 是等于什么东西 它只告诉你说 M大概最大指可以是怎么样 所以事实上呢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 你看看哦 因为这个会等于L 乘上L加1 但这个又大于等于M平方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 这个L的数值啊 很critical 那我们目前啊 都喜欢把L 取成怎么样 整数 OK 那么假设呢 你把它弄成为半整数呢 我们就是后来 我们会学到 有关于Spin的Angular Moment OK 好 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啊 将我们几个东西啊 来写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呢 Y呢 就可以改写成 Y的L M 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上面这个呢 上面这个呢 这个M呢 指的是什么 Lz上面的 的这个M 这个L呢 下面这个L呢 是指的是什么 L乘上L加3加1 H bar平方 4 L平方的 L平方的 这个Operator呢 它本身的EigenValue 不是L乘上L加1吗 的这个L 所以我们这边啊 最好是整个 稍微把它改变一下 所以我可不可以 延伸一下 第十七 第十七不变 对不对 我是不是可以 写成这个样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 OK 好 我们写到现在 还是符号表示 所以很幸运的 我们将这个大难打 解出来 它是等L乘上L加1啊 你回去看看 我们上次用传统的解法 解出来它是不是 要等L乘上L加1 确实如此 你拼啊拼啊的 将变数分离之后 它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YLM长什么样子 有什么特色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更进一步了 来求解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那么这样一来呢 它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Y呢 假设你的底下是L 上面也是L 那么这个一定是怎么样 The topest state 假设下面是L 上面是负L The bottom State 对不对 我们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现在终于把上下的极限搞清楚 把符号统一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用我们以前apply的 我们在减血震荡就是找最低的ground state 然后让它再降一阶 那当然就等于零了 现在我们知道它最上跟最下 我可不可以从最上再叫它声音接 当然就不准嘛 等于零 对不对 我们来试试看 它一定要等于零 这个你没有什么选择的 好 现在我们真正的要把它的解的形式 稍微的求出来一下 那么我们就必须把L正的这个operator呢 它本身的differential equation 整个把它写下来 它是不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不要忘掉 里面是这样子 OK 好 我们整理一下 这个应该等于零 整理一下 我们就得到这个式子 34的这个式子 OK 好 现在我们看看 它应该是怎么样显示一个节目 这里面又牵扯到θ 牵扯到φ 但是很幸运的 它都只是一阶 温方程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 Let Y L L θ φ 我把它写成 P θ 跟 φ 我把这个叫做第35个式 你看我们又展开我们的变速分离法 所以老花样 就用老方法 三十五式带入三十四式再除以三十五式 这个做法不要做了N次了 我们就是一再的使用 OK 一做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子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式子 OK OK 这个地方 只跟φ有关系 记不记得上次求解的时候 φ i 根 方形 我们刚刚上面也有写过 它解完之后 i根 方形会等于什么 exponential i m φ 对不对 exponential i m 所以我们干脆就把这整个定义成为i k 好 其中这个k呢 我们先假装不知道 OK k呢 unknone 写成两个ordinary differential question 我们就等于这两个 OK 第一个呢 非常快速 lock 打φ πk 小φ 我先将上面理论上应该有积分场数 积分场数暂时把它弄掉 因为 现在我们还没有normalization 反正到时候通通把它丢到normalization 前面的常数墙就对了 OK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出类似这样子 这个呢 也是一样啊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的积分嘛 这积分怎么算 k k常数提出来 这个不是你要积分 它会变成cosθ over sinθ 就cosθ dθ 对不对 cosθ摆进去 就变成dsinθ over sinθ 又变成log的sinθ 所以它变成log的sinθ 太麻烦了 把k移进来 就变成sinθ k次方 对不对 两边都有log 那是不是就告诉我们p呢 会变成sinθ k次方的θ 这种形式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从35个事实 马上就可以告诉我们 yl l θ phi 是不是可以写成为sin的k次方的θ exponential ikphi 当然前面需要有一个normalization constant 这个叫cll 因为编号都尽量跟它一样 ok 它就可以写成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词字 right 其中有一些不重要的编号 我就先不写了 我去写第40 后来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只是一个wayfunction IgonState它本身的表示是 所以假设我把在IgonState 带入我们原本的这两个 还是要试用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把它带进去看看 所以说假设我把Lz带到yll 它要等于什么东西 根据以前它要等于L h bar yll 一定要等于这个样子 L平方带进去yll 它要等于什么 L乘上L加加上1的h bar平方yll 这是前面告诉我们的 哪两个词字 第14跟第17词 因为它有这样子的关系 你带进来你看看一下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K呢 一定要等于L OK 为什么这两件事情 可以告诉我们 K一定要等于L Homework OK 请回家稍微证明一下 告诉我为什么它可以这样子想 反正都很直觉的 OK 你下去做一下 就可以做出来 所以这样一来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更进一步了 Ylm呢 可以写成怎么样 Yll 可以写成Cll Sine L四方 theta Explanation I L phi 你一定要可以写成这样子的一个词字 40个词字 OK OK 这个是它 我现在可不可以对它降一阶 当然我可以对它降一阶 我降一阶的话 我要apply谁在它上面 谁对它作用 L 负 对不对 的这个operator 我要对着它作用才能够降一阶 记住哦 这个是它的constant normalization constant 我们还没有告诉你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总是要normalize 因为最后面自己 乘自己的期望值 要等于多少 1 所以那个是之后再讲 但它降一阶的时候 降一阶 可能又降一阶 自己本身的constant OK 所以呢 为了简化起见呢 我们现在来看看 假设你把它降一阶 是不是相当于你要对着它 L 负的要运作在它上面 然后呢 前面呢 它可能有它的 这个constant OK 那它有它的constant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面呢 我们想个办法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这边有CLL 我就把CLL 写在这边 我管它了 我再除一个h bar好了 待会看得到方便 反正是normalization constant 它有它的constant 无所谓 它等于多少 不知道 normalize之后 它就跑出来了 OK 好 那我们有了这个之后呢 这第42 好 我们通通把它带进来看看 前面这个不动 好 L负是什么东西 它是不是等于 负的h bar 我们刚刚应该把它抄下来 OK Exponential负i phi Partial partial theta 减掉i的cotangent theta partial partial phi 对谁作用 对Y 这个 是前面的这个 对YL YL在哪里 在这里 对不对 要对CL sin L theta exponential I L phi 我们等于这样子 好 它跟它消掉 对不对 H bar 跟H bar 消掉 然后就开始带进去运作了 运作之前呢 我们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变成负的 CL L减1 这个在operator的前面 所以保留 OK 后面呢 在operator的造写 后面的作用呢 是 sine L theta exponential I L phi 好 我们要丢进去 开始运作 前面这个不动 好 这个一带进去 只对 只对P theta 微分 对不对 P theta有谁 sin theta而已 所以先对sin theta 微分 再对sin theta 微分 第一个先对sin theta 微分 你会得到个L 这个待会儿好了 这个待会儿 先对这个微分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你要是丢来 这个地方 只有phi微分而已 丢在这个地方 theta 后面就相当于常数 这个一微分之后呢 exponential I L phi 微分完之后 还是exponential I L phi 只不过你多跑出个 I L的常数而已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地方 exponential I L phi 先把它作用完 所以这边会要 d d theta 因为发现 只剩下theta而已 I 本来是负I 那这边 微分 多跑出个I L 负负 I L乘I 负一 负负得正 变成正L OK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 负的C L L减1 exponential I L减1的phi 后面呢 这一大串呢 先暂时保留 因为紧接着呢 它会很聪明的 很厉害的 下去凑答案 OK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运作在它上面 相当于一个东西 相当于这个 不然你就把这个 用这个取代 运作一次 跟它直接运作一次 你会发现 它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OK 得到的结果是一样 所以这样一来呢 它就告诉我们 Y L L减1呢 可以写成什么 负的 C L L减1 exponential I L减1的phi 然后呢 1 over sin L次方的θ D over dθ 谁呢 sine的2L 两个sine相成 当然是sine的2L次方 对不对 好 我们刚刚这个 只apply一次 一次而已 所以呢 降到L减1接 假设apply S次呢 它会怎么样 你把它丢进去运作一下 那你就可以发觉 它可以写成这样 apply s次当然变成L减掉s 对不对 这是一定的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OK 这个是很前面的 相当于这样子 这个是运作一次 运作s次呢 h bar分之1 就变成h bar分之1的s次方 下面还是C L L 上面会变成C L减掉s 后面就是运作s次 然后对它运作 对不对 好 你整理一下 根据下面 根据上面的这个 你很快就发觉 它会等于 这样子 OK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整个过程 我们只是一再地重复 你重复个一次两次 然后你这个公式 就会跑出来 OK 好 非常快速的 好 那这个呢 我们要再做一点点 变速变换 let 好 let 我们定义一个 叫cos θ 那么假设是这样子呢 d over d θ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转变成 f sin θ ok 那我们上面这整个式子呢 是不是就可以 更进一步的 把它写成这样子 ok 我们可以写成类似这样一个式子 反正这个只是个变速变换 我们把它变换下来 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我们让呢 l减掉s 等于m 本来是在最高 最高上面的那个state l m等于l 现在你往下降了s节 我们把这降下来叫做m 这个地方叫做m ok 我们要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呢 y啊 就变成lm 它就可以写成什么样 clm exponential imphi e减掉这个的平方 m除以2 d l减掉m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是第44的事 假设呢 我们去查一下表 你很快就可以发现 有个叫plm的函数 它可以写成这样 ok 这个是什么 associate lisender polynomial 我们generation function的方式 用这个 微分的形式我们来代替 那么这样一整个一来呢 是不是该告诉我们一件事 ylm 里面呢就可以写成 负1 的m次方 clm plm exponential imphi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 ok 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将这个结果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ok 好 算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个解的形式快要出来 因为后面的这个函数 跟θ有关系的 它变成associate legendary polynomial 在后面这个呢 它变成exponential imphi 跟我们之前的完全一样 现在只剩下一个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只要把clm解决了 它整个的normalization过程完成了 整个解就跑出来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要看看 那个解会变成什么 对不对